大家好,我是Sam Sir 今天這條影片教大家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任務 如何可以登入Now Player Junior Apps看影片呢? 首先教大家如何應用這張登入通告 這個登入通告裏面有兩個重要資訊就是登入電郵和密碼 而在下面這個位置亦有個QR Code 只要你一掃的話就可以直接去到提交任務的網頁 你就可以在App Store或者Google Play裏面打Now Player Junior 然後看這個按鈕就可以下載安裝 成功安裝了Now Player Junior的Apps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個按鈕點選一下 進入去之後如果是分畫面 你就可以選擇旁邊這個按鈕 Learn這個位置 在這裡所有的影片你都可以收看 不過我們可以選擇 Stamp獎勵計劃2024這個分類 這個就是今次你們要看的任務影片 當然看影片之前我們就可以 按這個三畫的按鈕 然後點選齒輪設定按鈕 點選Now ID 帳戶 然後對回你的通告上的登入電郵 再輸入密碼 接著可以點選 記住我的Now ID和聲明 接著點選登入 成功登入之後 我們可以點選Learn 然後就可以選Stamp獎勵計劃2024 接著在這個分類裏面 就可以看不同的影片 例如科學科初探合集 那怎樣做工作址呢? 看完片當然就要做工作址吧 只要在網頁裏面 登入一次就可以做工作址 以及提交任務 首先去到Stamp獎勵計劃的網站 選擇任務 選擇Stamp工作址 我們可以選擇就是 你看過的影片做那張工作址 例如我看了科學科初探合集 如果未登入的話 我們就可以點選登入Now ID 然後輸入你的登入電郵 再選擇登入密碼 登入 之後就可以選擇你看過的影片 然後點選提交工作址 你就可以選擇開啟工作址 進入了這個畫面裏面 你就會見到你的資料 下一個 在這裏你就會有10條的問題 記住 需要就是答中8條才合格 每份工作址就有兩次的機會作答 完成了之後你就可以點選提交 就可以查看得分 在這裏你就會見到自己的總分是多少 如果你答錯的題目 它就會顯示哪一題目是答錯的 在這個時候 記住不要關閉這個視窗 記下就是你錯了的問題 然後再次看那個影片 然後再進入這張工作址裏面 進行作答 回答的時候 記住慢慢回答 看片可以看很多次 所以給我提議大家 當你看到哪些題目你錯了的話 你就好好記下它 然後再次看影片 你就可以記下哪些答案 在第二次作答的時候 認真點慢慢做 你就可以有機會合格了 怎樣可以完成銅章和銀章的任務呢 要拿銅章就需要看12條影片 和完成12份工作址 還要拍一條就是銅章指定的實驗 你可以把你的實驗拍下之後 就交給我們 怎樣交呢 你就可以點選任務 然後就是銅章指定任務 在這裏你就會見到銅章有6個指定實驗 你就可以看完6條影片 選一個你最有信心 以及可以預備到材料去做的實驗 記住拍下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點選提交實驗影片 然後點選立即提交 然後點選提交同張指定實驗影片 在這個位置你就可以點選下一個 然後選擇你做的實驗 然後點選新增檔案 把你的實驗拖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上載 然後就可以提交給我們了 想落銀章的同學 就要看多12條影片 做多12份工作址 重要就是完成一份閱讀報告 那你可以點選任務 按這個看STEM書 那你就可以提交閱讀報告 我最鼓勵同學就是 多看這個科普的圖書 是的 你可以去圖書館借書 或者上網看電子書都可以 看完圖書之後 你就可以上網完成任務 提交你的閱讀報告 記住寫出你的感受 和學了些什麼STEM的知識 銀章還要求你做一個自選實驗 當然你看了這麼多STEM的影片的話 做一個自選實驗 當然難理不了 記住 同樣就是把實驗拍下來 然後就在網站裡提交給我們就可以了 終極任務 這張創意影片 發揮你的創意 今年的主題就是 未來由STEM開始 用這個題目拍攝一條創意影片 講出一個最能夠啟發你的STEM的學習經驗 或者是實驗 還要講你的志願 將來想做些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今張創意影片 很考慮你的創意 以及你對STEM的形式 未來由STEM開始 還不快點開始? 怎樣可以查閱任務進度呢? 你可以在網頁上 點選任務這一欄 然後點選我的任務進度 可以點選任務進度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 完成了多少張觀錄紙 以及提交了多少個任務 很方便的 謝謝大家 長龍保育小領袖大獎 怎樣參加呢? 所有參加了STEM獎勵計劃 2024的同學 除了可以挑戰金銀章之外 還可以額外參加長龍保育小領袖大獎 只要在網頁裡獎項一欄 我們就可以查閱 長龍保育小領袖大獎 裡面的參賽要求和獎項 參賽要求 最後就是要看保育由STEM開始的影片 我們是有8條的 然後就是完成最少4份相關的工作址 要合格才有資格參賽 之後你就需要提交參賽影片 提示就是利用你的創意和想像 假設自己是動物園裡面的一個職業的小領袖 或者是小發明家 設計一個未來的動物保育方案 內容、創意和表達技巧 相當重要的 有問題的就瀏覽我們的網頁吧 最後我STEM經常給一個提示大家 每天最少看一條影片 完成一份工作址 當暑期再次這樣做 很快就可以去到同章級別了 完成每個任務之後 記得在這個紀錄表裡面 加上剔號 那你就可以知道自己 完成了多少個任務了 各位同學,努力呀!